所以就像你选对象一样 没有最好的对象 只有最适合你的对象 其实选手机也是一样的 P.S.Protection P.E.S.I.M.O. Hello大家好 我是Android中文科技网的Yan 我们今天来看Vivo V20 SE 那一样来个快速的开箱 那这次呢我拿到的是仰蓝色的版本的 那另外一个呢是影历黑的版本 那机身呢是采用3D设计 高分子的后壳材质 触感呢是很舒服的哦 而且也不沾指纹哦 屏幕方面呢是采用6.44寸的AMOLED水滴屏 屏占比高达90.12%哦 色彩饱和度达到103%的NTSC耶 那说到手机最最最最重要的条件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功能耶 而是它的这个外形上的轻薄性 你想看呢如果一个手机给你非常好 非常厉害的功能 可是呢它却很厚重哦 你会想要吗 像很多男生 他们都会很习惯把手机呢 就是塞在裤袋内 那这个时候呢 手机的轻薄性呢就是非常重要了 要不然你想看 你放一个很厚很厚的东西塞在那边 很影响你的美观咧 那像Vivo V20 SE这款手机那样 在手机的轻薄性上呢是做得很不错的 那整个机身呢只有7.83mm 那重量呢是171g的 那是目前整个Vivo V系列里最轻薄的手机哦 那你不要看它那么轻薄哦 它里面呢可是装有一枚 4100mAh的电池容量哦 那Vivo V20 SE呢在充电方面呢也是占优式的 因为呢有它们独家自研的这个33W超级闪充技术 那在我亲自实验下呢 30分钟呢就可以增加50%了 所以要充满的其实是很快而已 而且它们有这个8重安全防护 越快越安全哦 接下来呢就是看看相机配置哦 那后置镜头呢有48MB的多场景主色镜头 还有8MB的超广角以及超微距镜头 和2MB的景深Bokeh镜头 前置呢是32MB的自拍镜头哦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看样张吧 那这次的V20 SE呢主打的是夜景拍摄 那我们有这个独创的HDR加Mofor智能算法 在夜景环境下呢也可以拍出清晰明亮的照片 夜景自拍呢同样没有问题哦 在亮处呢压制曝光 暗处呢就智能提亮 让你的照片呢明暗都可以清晰哦 那Vivo呢也有这个智能创新的环形屏幕补光技术 那在暗光的情况下呢是自动启动的 而且呢它可以根据环境呢自动调整补光的强度哦 所以呢不需要再另外搭一个补光灯了 非常方便 那白天的拍摄呢也是达到水准的 而且呢还有这个120度的超大广角 另外呢还有这个2.5cm的超微距镜头 拍出来的花花草草呢颜色都很好看哦 那Vivo V20 SE呢有8GB的RAM以及128GB的ROOM 可以放两张SIM卡以及一张MicroSD卡哦 那处理器方面呢是用Snapdragon 665的 这有时候你会觉得665哦 可是呢正所谓没有最好的手机 只有最适合你的手机 所以呢就像你选对象一样 没有最好的对象 只有最适合你的对象 其实呢选手机呢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Vivo V20 SE的优点 比如说它的轻薄性啦 还有它的闪充速度 以及拍照上的优势等等的 如果呢这些点呢都是你比较看重的 或许这款手机就适合你咯 那Vivo V20 SE呢在大马的售价为1199令吉 即日起呢到10月2号购买呢 还有送价值199令吉的精美礼品哦 所以不要错过啦 我是Android中文科技网的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